起床就直接坐起來 那就是就撞到頭 第一次爬上來的時候 先是撞到這個 然後上來的時候褲子 又因為這邊會勾到 就卡著 他們說的這件事 其實就是躺平睡覺 但是潛艦上的床 可不是這麼好躺 身體不夠軟Q 怕你連躺都躺不到 這沒練過 要爬上最高鋪位 可是會撞到受傷 撞到上鋪下鋪 都被你吵醒 要怎麼踩 不驚動別床 要怎麼鑽 才能順利躺平 讓老兵告訴你 我剛才上來的時候 是先側身進來 因為它這邊很閃 你不可能像平常 我們睡覺之類 這樣翻就進來 它就用我們身體打平 然後滑進來以後 再從裡面這樣翻身 翻身以後就開始睡覺了 最上鋪的空間 真的都不怎麼大 躺好要翻身 又是大工程 別怪它撞來撞去 因為這床最窄的地方 不到20公分 剛上來的一個禮拜 都沒睡好過 所以你是覺得 人家翻身會撞到還是 就 壓力 就剛上來的時候 對這裡也不熟悉 對環境 可能也有股壓力在 因為第一次睡 這麼高的地方 要下床又是大考驗 尤其是兩個位置並排 裡面的要下床 要自己想辦法 這個床位前方有個大空間 下床難度不會太高 接下來還要顧慮到 就是會不會踩到人 對 所以踩過多少人 踩過多少 就是因為大家都 可能每次睡的 下面睡的人都不固定 所以可能也不知道 到底踩了多少人 看一下這個只有30多公分高 中層的雙排鋪位 裡面的要出來 還不吵到林冰 只能用這有點害羞的姿勢 用雙手撐起身體 從同袍的身上快速滑過 而他下床之後 他的鋪位就要讓給 其他人睡 那我們航行的時候 會有分三班 就是直跟班 預約班 還有休息班 那因為床部不夠 所以會變成兩個鋪 有三個人在睡 三個人分 那有一個人是在直跟 另外兩個人在休息 等到要接跟的話 有另外一個人再起來 另外一個人 下跟班的人再回去睡覺 所以這個鋪永遠都是熱的 所以我們稱之為熱鋪 要睡覺大家就輪流 但其他的軍官士官 雖然有自己的床位 但要躺上床也不簡單 下鋪幾乎貼地 中層也很狹窄 加上房間也小 要躺也要有技巧 不過每個迷你小寢室 都還有個可以收起來的洗手台 當要使用的話 我們當把它放下來之後 那跟家裡用的一樣 右邊是冷水 那左邊是熱水 那使用完的水呢 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邊有個擠水的管路 掀起來之後 自己都流下去了 洗練刷牙還算方便 但要上廁所 可就要注意程序了 我們要沖這個馬桶的時候 我們這裡有一個那個 我們可以把它排水桿 就是排水桿然後打開 然後它水就會沖下去了 這個使用海水的沖水馬桶 要自己注水 要自己關水 還要看準時機沖水 如果不熟練 手忙腳亂 可是很容易讓裡面的東西 流到馬桶外 學長還會有個貼心提醒 就是在排衛生櫃的時候 千萬別沖馬桶 是用空氣去加壓的 然後加壓 然後就直接把它排出去 排出去 然後如果它有 像我們在我們艇內 有任何出口 它就會找那個出口出來 所以它就會往我們這裡 直接噴上來這樣子 也就是說 如果在排水肥的關鍵時刻 你沒注意沖了馬桶 那股壓力 可是會讓衛生櫃裡的髒東西 全部反沖回來 或許在潛艦裡生活 有很多不方便 有很多現代眼光 無法理解的設計 但在70年前 它可是最先進的水下戰力 艦上的官士兵 能夠有這一段水下生活體驗 也足夠在他們浮出水面後 好好細細品味 這不是鐵板燒 是海師潛艦的超窄廚房 潛艦沒有瓦斯爐能用 只有電尖板可以炒菜煮湯 而且板子還有點小 每次能炒的菜量非常有限 正常一餐是四道菜 然後一餐大概有八十個人吃 但是一次一道菜要炒 一次炒完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一道菜可能會分到兩到三次炒 像外面炒可以流湯汁 我們這邊是用鐵板 所以說沒辦法 是要用生鍋或是用烤的這樣子 當大廚站在這裡炒菜 廚房裡的助手根本沒辦法出來 但在潛艦出航時 這個小廚房一天要準備六餐 而且在水下航行 船艙完全封閉 煮什麼菜可是要想清楚的 基本上油炸是不可能的 因為第一個 我們空間是密閉室的 然後我們全艙是 空氣是循環室 所以說你這邊炒菜 然後船頭船尾都知道 我們今天煮什麼東西 然後說這樣油炸的話 一煮下去從頭到尾 大家應該會罵翻天這樣 用口味的要避免 太過辛化的也要少 畢竟潛艦裡頭煮飯 沒有一般火防方便 所以靠港的日子 飯菜就由岸上餐廳送過來 要提菜筒走上劍橋 還要走過不到一個 肩膀寬的甲板通道 要走這一段真的要很小心 但是把菜搬到下艙的梯口 卻無法用人搬下艙 因為樓梯是垂直的 菜筒就由人工吊掛 每餐都有四菜一湯 主菜加上水果 總共要吊掛七次 鉤子沒有勾好 手沒有拉好 湯湯水水灑出來 可是會有危險的 所以在吊掛時 安全是最重要的要求 在潛艦裡吃飯也得輪流 因為餐廳就只有四張桌子 只有16個位子 全船吃飯就要分批 吃飽了還可以來杯咖啡 這杯海獅舰的特調咖啡 是官兵們的共同創意 利用特製的模板撒上可可粉 海獅軍艦的造型 船身編號就印在咖啡上 不過官兵們的小確幸 不只這杯咖啡 外海執勤、海豚相伴 可遇不可求的福利 帶來的幸福感無價